主日平安 各位主日平安 上几周我们看见 我们主耶稣基督为门徒 也为众圣徒的祷告 那么这个祷告的成就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 把自己交给逮捕祂的人 然后祂要走上十字架了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各位这告诉我们 祷告有时候 不是单单把一个所愿给上帝 祷告是要带给我们下面的顺服 我们今天常常将祷告 当作一个所愿 把它带到神的面前 上帝啊我愿意 我的家人改变 主啊我愿意我们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常常会懂得 把所愿带给主 但是主接着今天的信息 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各位你祷告完之后呢 主啊改变我的家人 那下面我要怎么顺服你 来使我的家人被感化 我为我的弟兄姐妹 能够彼此相爱祷告的时候 下面我要怎么顺服主 怎么为他们设计 怎么与他们相处 那是一个顺服的功课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大祭司的祷告 祂是我们的大祭司 祂也是下面 把自己 就是交在敌人的手中 成为十字架上的那个祭物 那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祷告完之后呢 我们真的要学习的东西 就是我们开眼睛 我们仰望主 主啊我已经按你的旨意祷告了 之后呢 不要把眼目一直放在 主我祷告的事情有没有改变 环境有没有改变 人有没有改变 那也是放在 主啊我要怎么顺服你 所以我们的主 今天很清楚的 有让我们看 祂祷告完之后 起来 然后要抓祂的人过来了 要背叛祂的那个犹大 祂领了一队兵 祭司长的差异 来抓拿耶稣 那么各位 如果你想你在那个情景 这是多么多么消极的事情 何等的危机 那各位问 那我们的主的祷告有没有成就 那祂刚刚 为历史历代的圣徒 为众门徒祷告了 又一起来 这么蒙恩的祷告 下面遭遇的事情 刚刚祷告 父啊保守他们 父啊成圣他们 就这么荣耀的祷告 父啊荣耀你的儿子 就这样祷告的时候呢 那下面 马上出现的下一刻 下一幕 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不对 是完全的 太消极的事情 有下面发生的事情 都是我们的主的祷告的成就 那怎么可能这样呢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的上帝的专长是什么 我们上帝的专长 就是把恶转为善 等等那位上帝 把罪人 恶人的他们的工作 借着他们所做的 来成就最美的事情 我们在圣经里面 一律会看见 我们的上帝这么做 在约瑟的身上 对不对 他的兄弟们怎么害他 最后约瑟 拯救了他 全主的人 那在我们犹大 祭司长 法利赛人 要陷害我们主耶稣 这完全无罪的人身上 我们的主要怎么拯救万民 大大的兼顾门徒 也在五旬节 拆派门徒 把福音传到地级 但是我们要知道 现在能把这件事情 看清楚的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 那门徒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 领悟我们上帝的作为 这是一个黑暗 笼罩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主 都有胜算了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有时候我们祷告完之后 有时候马上一发现 非常不乐观的事情发生 为自己的婚姻祷告 回家忽然间吵得更厉害 各位有没有 为孩子祷告 回家回家 这个礼拜他特别糟糕 祷告完之后 我们家会常常为 个人福音 家庭福音 地区福音化 世界福音化 祷告之后 得到病毒了 各位 很奇怪的 我们人 有限的人 我们当时候 在那个情况 环境 也不能感应到 上帝 上帝你的同在 就为什么你这样做 各位 在这个黑暗 笼罩的时候 神 还是听我们的祷告 也因我们的祷告 我们曾经这么蒙恩的祷告 主正在成就的事情 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看不到 不代表上帝 不在座 所以特别要明白 有时候 邪恶的工作来 特别无缘无故 我们受攻击 受毁谤 特别不公正 不公义的事情 邪恶的事情 就发生的时候 各位 学习大卫 各位 大卫怎么说 诗篇37篇说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恶谋的成就 心怀不平 各位 注意这句话 心怀不平 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 愤怒 所以主说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所以 那个恶者的攻击来 各位要保守自己什么 不要作恶 那有时候 家人的话不好听来 就下面你作恶 反击他 对不对 所以更严重的事情 所以求主保守 主是最终得胜的 有时候我们的被激动 我们的愤怒 生气 这是不能成就神的事的 所以圣经说什么 神的义 是怎样 我们人的血气 绝对不能成就 只有神的义 所以今天我们 借着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看 我们主耶稣 基督被捕的事情 从这个事情上 我们来了解 我们上帝 伟大的作为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 好吗 18章 那18章我们看 耶稣说了这话 就从门徒出去 过了吉伦西 在那里有一个院子 他和门徒进去了 各位 吉伦西是什么地方 吉伦西是一个小溪 一个小河 连接于圣殿的排物系统 他的drainage 所以各位想想 圣殿里面一切的献祭 有杀血 动物的肠 这些 内脏 全部从那个地方 就是留下来 我们的主 在那天被抓 之前 他走过这个小溪 有没有想想 在那个逾越节期间 有好几千个羊羔 就是被杀的 那个事情 所以这个河本身 就是充满鲜血 动物的鲜血 这个给我们主耶稣 一个影像 很快的 这些血 自己要为 他的百姓 留血的事情 就要发生 各位 会想到吧 这件事情 所以 然后那里呢 这里说什么 在那里有一个院子 我们都知道 有些 寺福音书里面 都有记载 这个院子 是什么院子 我们主耶稣 常去的那个地方 有克西玛尼院 对不对 在那个地方 常常 朝见父 有带着门徒去 一起灵修 一起唱诗的 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呢 各位看 什么事情呢 卖 耶稣的犹大 也知道那地方 他非常熟悉 因为 耶稣和门徒 屡次上那里去 聚会了 那个是 最蒙恩的地方 圣徒相聚的地方 我们主耶稣 朝见父的地方 但是也是什么 也是他现在 被抓的地方 我们不可思议 对不对 为什么最蒙恩的地方 反而是遇到 最黑暗的事情 各位你一定要知道 在最蒙恩的地方 你朝见父 你落难 那个地方的恩典 是最大的 各位明白吗 那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事情 各位我们有没有这样看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样想 我就在中国讲道的时候 就被抓了 我开始 为什么这样 后来我就想到 我们的主在 克西马尼 被抓的时候 我心里忽然间 主啊 真是 其实我不要 我睡觉的时候被抓 我希望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在仰望主的时候 被抓 各位 我们落难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 穷穷满满的 上帝的恩典 上周我们 中国大陆 河南生命堂 被取缔了 被官方取缔 我们几位 其实就是姐妹 这样啊 我们常常这样聚会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 在中国大陆的情况 非常的严谨 一个一个教会 就是关掉 关掉 那他们聚会完之后呢 好安息息的 忽然间公安就进来 马上把他们 全部抓起来 然后呢 教会里面的这些 书啊 这些家具 全部没收 搬走 那书 新加坡基督生命 你们这些人 就是被他们洗脑 被外国人洗脑 好像中国最怕 这个渗透的事情 对不对 强压地这样 然后呢 警告他们 多一次 全部就是坐牢了 关进去 那 我们姐妹们 就是女流之辈 但是神的恩惠 与他们同在 我们大陆弟兄姐妹 常常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个 三个礼拜这样 我们这个礼拜 很多人写信 因为为什么 什么事情呢 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的微信 就是全部被屏蔽了 所以你有微信 你今天听牧师的信息 你知道了 然后你上去 你绝对找不到我们的信息 就全部关掉了 一个信息都得不到的 对不对 那主啊 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各位 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 大家被激动 大家祷告 我们大陆的同胞们 听到这样的信息 知道越难 就是把福音落实的地方 越是要传福音 你们了解吗 反正舒舒服服 不要传福音 对 我跟你们说 也不是上帝要激动 上帝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 祂会成就更美的事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面 就被圣灵感动的人 是更迫切的 要把福音传扬 传给我们大陆的同胞 华人民族 有这样的情况里面 现在美国 中国 政治战争 思想战争 这些 其实 我们不要整天看报纸 在这个地方 讲政治什么东西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所以每一次 我就看到 这个疫情的东西 一来 大家又关注这个东西 美国那边 中国那边 印度 当然这些东西 我们都知道 但是都是要把福音 传到地基 对不对 所以 那时候 神的国降临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主 祂被抓的那个事情 被抓的那个时刻 被抓的那个地方 都是要跟众圣徒讲 有一件事情 对不对 历史历代的信徒们 都会遇见的事情 主 祂先 祂是我们的长兄 祂先受的那个逼迫 就教我们过后 历史历代的信徒 就受的逼迫 小小的逼迫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想到 祂的时候 被坚固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主 现在 所做的事 我们看 祂任凭 自己 被交给罪人的事情 我们看 第三节 犹大领了一队兵 各位一队兵 和祭司长 并法利塞人的差异 这里有两组人 对不对 我们讲一队兵 One detachment of soldiers 这个detachment of soldiers 用希腊文写的时候 通常指的就是 多少个人 一个 Battalion 那个军团 有六百个兵丁 你们想要抓 主要带六百个兵丁来 还有 就是祭司长 他们 宗教领袖 他们的差异 这两组人代表什么 一个代表 政治军事力量 对不对 一个代表 宗教力量 这个两个力量 当然 都是 我们看起来 每个国家都有的 军事政治 还有宗教力量 这个两个 很奇妙的 在逼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合在一起 对不对 就结合在一起 一条心要抓納 所以 其实这个是世界来的 就是世界的力量 虽然 神也用这样的势力 来保护国民 但是 撒旦也用这样的势力 来逼迫主 逼迫信徒的 各位一定明白 讲很重要的属灵的话 不是叫你们去抗议 还是什么示威 不是讲这个东西 你要明白 圣经里面要讲 一个属灵的意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发生的事情 那他们拿着什么 他们拿着灯 龙 火把 兵器 来到这个院子里 所以他们肯定是想 要抓耶稣 没有这样容易 对不对 可能他跟门徒 会逃到山洞 黑暗的山洞 我们拿 灯龙 火灯 这些东西 看 到底在哪里 对不对 没有想到 主在等他们 主都在等他们 这里也很重要 告诉我们什么 犹大 他领了这群人 兵丁 祭司长的差异 来的时候 这么多人 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犹大 跟了主这么久 他从来不认识 我们主耶稣基督 犹大不认识 我们耶稣的什么 犹大不认识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性情 我们的主 天天在圣殿里面 传了那个慈爱恩典的信心 饶恕罪人的信心 释放罪人的信心 叫死人复活 叫瘸腿的起来 有病的得医治的 这位主 难道他这个时候会 怂动 我们大家一起对抗 要抓他的人 难道犹大的想法是 好像他听信息 听三年半 他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 安慰罪人 但是他不明白 我们主需要 他把自己交给人 两个人来 一个人来都可以的 不需要几百个人 对不对 那他不明白 我们主耶稣的心情 但是各位明白 对不对 犹大还有不明白什么 犹大还有不认识的 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能力 那个能够平息风浪的 能够接着这几百个人 要捆绑他 然后能够 要把他带走就可以吗 要不是我们的主 心甘情愿把自己 交在罪人的手中 所以这个很奥妙的事情 连我们主被抓的那个事 一句一句这样 记载的时候 要告诉我们 有些人像犹大一样 一生在教会里面 从来不认识耶稣 有些人很清楚知道 是主的话 他会怎么做 其实不难理解的 当然我知道 我们有时做不到 对不对 你要先认识 我们的主 把自己写明在圣经里面 他刀成肉身 活出来的 然后写出来的 是我们有圣灵的人 一读马上知道 我们要怎么面对 那个危机 那个难处 然后现在第四节 我们看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所以我们的主 是不会被惊吓的 祂是无所不知的 都知道了 时间到了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你都知道吗 对不对 我可以想到两个理由 对不对 第一个理由可能是 叫他们的专注力 全部放在他的身上 你们要找的是谁 我在这里 那为的是要保护门徒 因为他们几百个人来 一定是把耶稣 也把门徒一起抓起来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理由是 我们主问 你们找谁 把你们邪恶的动机 说出来吧 你们要找的 究竟是谁 我们会知道的 我们犹大 在这个时候 如果这里没有记载 犹大是 马上 要 就是 用清嘴 来出卖 因为很暗嘛 对不对 我跟谁清嘴 你就知道 那就是 耶稣了 用朋友的清嘴 来出卖 我们的主的那位 然后 我们的主 怎么说呢 我们的主 回答说 拿撒勒人 耶稣 耶稣说 他们回答说 我们要找的是谁 找拿撒勒人 这是 当时候的称呼 称呼是 连 人名 地名 一起讲 如果我住乌洛的话 乌洛的至三 只有一个 不会错的 对不对 你们会明白 有些人 为什么他叫拿撒勒人 耶稣 在拿撒勒长大 那时候 你今天到菲律宾去 很多人也叫耶稣 你叫耶稣 他也叫耶稣 其实也很奇怪 你会取名 给你的孩子 叫耶稣吗 你没有问这个问题 你对上帝 敬重到这个地步 的时候 你会取 也很奇怪 在天主教的很多的思想里面 但anyway 我现在不是要讲这个东西 我 拿撒勒人 耶稣 就是他了 只有那一位了 鬼也认识他 对不对 那主怎么说 我就是 这句话很重要 那 这句话 I am He I am 希腊文是 Ego and me 对不对 这个 I am He 其实 He是加进去的 是I am 各位 这个I am 这句话 我就是 我本来就是 这句话是在 整个约翰福音 是一个主题来的 你们知道吗 I am 对不对 我就是 我就是生命的梁 我就是世界的光 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对不对 我就是真葡萄 我就是 我就是 你们找谁 我就是 所以我们主耶稣 现在回应的 那个方法 其实 甚至到最后 他还是要把自己的 那个神性 他的真正的身份 要带出来 I am 所以你们记得吗 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上帝 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跟摩西说 你叫什么名 I am Who I am 就是这句话了 所以约翰福音是 继续把这个 I am 我就是 那一位 那个的上帝 那个的神的儿子 那个的救助 所以在这里 第五节 马上讲这句话 我就是 卖他的犹大 也同他们 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 我就是 他们 就 会后 刀在地上 什么事情 这里 只有约翰福音 这么记载 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 大家 听的时候 就是拿着 刀枪的这些 兵丁们 是 我就快点抓他 反正是 大家忽然间 倒在地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 我猜想 在我们的主 讲这句话 我就是的时候 他宣告 他神圣的 那个身份的时候 那一时之间 那个话语里面的 那个能力 跟雄伟 彰显出来 所以拿着刀枪的兵丁们 忽然间站立不住 全部忽然间 就是倒下 所以我们的主 其实第一次 他这样讲的时候 那个神圣的能力 就彰显出来 那时候 所以那是胜过 一切刀枪 人的军队 军事的力量 那个力量 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不是他自己 把自己交上去 没有一个人 能够抓他 那这个能力 我跟你们说 有时候 每次看到这种东西 灵安派很兴奋 能力来了 所以我们按手 人倒下去 我们讲一句话 全部倒下去 各位不是这个的 你不要 耶稣的东西是 有时候你该效法的 没效法 不该效法的 就去效法 我现在跟各位讲 我们主 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有理由的 每一个记载 我们的主 能够把这样的能力 彰显出来 甚至到这个时候 你们觉得 这个能力 在这个我们 披带肉身的主 他彰显出这个能力 是借着 怎样彰显 借着 他的谦卑 虚极 彰显出 那属天的能力 各位记得吗 我们的主 卑微的那个 身在 马巢里面 很卑微的 取了人的样式 但是那天 众天使天君出来 欢呼 宣告 他的降临 很奇妙的 我们的主 很卑微的 领受 施洗约翰的施洗 施洗约翰说 我还要给你施洗 对 你要给我施洗吗 对不对 那我们主说 为了完成 所有的义 施洗之后 一起来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洗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主耶稣 谦卑下来的时候 取了人的样式 人的卑微的时候 奇妙的 在拉撒路的坟墓面前的时候 他是怎样 他不是 来拉撒路在哪里 他在拉撒路 他是哭了 先哭的时候 人性显露出来 对不对 通常我们哭的时候 是好像无能的 但是他把他的人性 那个卑微的人性 显露出来的时候 下一刻叫拉撒路 复活 胜过死亡的那个能力 就彰显出来 其实整个约翰福音 整个四福音书 是讲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 他很谦卑的 要把自己交给 我就是 你们来 抓我 大家忽然间扑倒 他很谦卑的 让自己被 牵去 好像宰杀 之地的 那时候 钉在十字架上 他战胜 罪 死亡 和撒旦 所以 为什么主要这样做 你们有没有问过 主这么做的理由 就是要告诉你和我 连我们的上帝 他自己 他道成肉身 他披带人性的时候 完全把自己 交在父的手中 甚至是遇难的事情 但是呢 那神圣的能力 就随着他 彰显出来 叫我们没有一个人 要用自己的意志 靠自己的力量 来要成就什么事情 你们明白吗 这个是一个奥秘 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生活 一生要学习的东西 我们一生就是 相信自己的聪明 相信自己的意志 相信我能 我能 我能顺服主 我能做得到 绝对 你下一刻就跌倒了 下一刻像彼得一样 三次否认主 你们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 我们的主 其实我在这里 你们来抓我 第七节 我们主再问多一次 所以呢 再问多一次的时候呢 又问他们 你们找谁 他们又说了 找拿撒勒人 耶稣 主再次问的意思 就是要把自己交给他们 那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我就是了 我就是 在这里 主的意思 所以 他说 你们若找我 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里不是求他们 求求你们 用权柄来 回应他们 我在这里 我将自己交给你们 让我的门徒走 所以我们的主 真是为养舍命的主 对不对 到这个时刻 他没有离开 他所爱的人 他是牺牲自己 来保护他的群羊 这是牧者之心 可能门徒没有意识到 这些东西都是 门徒他们过后 记载的时候呢 圣灵再次感动他们 他们想起来 一句一句记载的 连那些对话 原来主讲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什么意思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九节 这要应验 耶稣从前的话说 你说赐给我的人 我没有失落 一个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 约翰福音十七章 你们看十二节 刚才我们读了 十七章十二节这里 我们主刚刚祷告说什么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也 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经上的话 得应验 那真是我们主 成就他的话 实际地保护他们 在最黑暗的时候 没有离开门徒 他是为羊舍命的 带着牧者之心 通常我们人是这样 我们 有能力保护人 但是不爱人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时做老板的 做上司的 应该要保护 下司没有保护 你有这个能力吗 有时候我们很爱人 但是没有能力保护他 我自己都保不住自己 对不对 父母亲很爱孩子 对不对 很爱他们 自己有限 有时自己有病 没有办法 要做 没有办法做得到 所以我们人的有限 在这个地方 只有上帝 现在在最危机 危难的时候 把自己牺牲 但是同时 他有权柄 保护属于他的人 这是一个 这个神的能力 但是呢 你我要懂得顺服主 谦卑自己的时候 这个能力才会透过 我们的心 我们的祷告 彰显出来 有时候我们为自己 所爱的人 我们没有带着 这个眼光来祷告 我们很着急的 我们很惧怕的 我们一直求 我们一直看不到的 那种光景 让主给我们看 我们 真的爱主的教会 爱主的群羊的人 有时候我们也知道 自己是有限 对不对 我们也有限 我们做牧师的人 也知道自己有限 做小组长 也知道自己有限 但是你的心是 爱主所交给你的群羊 为他们祷告 有时候自己有难处 你不要爱惜自己 那个难处交给主 家里有事情交给主 你照顾主的群羊 喂养他们 你会看到主怎么帮助你 主借着你所做的 有时候就是我们在 危难人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那个事情 深刻在羊群的心中 真是如此 我们的主给我们看 第十节我们一起看 所以这里怎么说 第八节我再读一遍 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 我就是 你们若找我 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要应验 耶稣从前的话说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没有失落一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第十节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 就拔出来 其实圣经里面 只有在约翰福音 记载 拿刀出来 砍了祭司长的仆人的耳朵 的是谁 就是彼得 只有约翰写出来 他的名字 所以彼得就拿了一把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他的诱饵 那仆人名叫 马勒古 各位 这是我们知道 门徒身上为什么带着刀 你们知道吗 有些人说 可能 门徒是 每次慌慌张张的 跟耶稣宣教的时候 有经过一些沙漠地区 怕有盗贼 还是什么 所以他们身上都 披戴这个刀 但是你会看到一些 路加福音 你们如果有的话 你们翻到22章这个地方 22章36节 这里 这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但如今有钱让的可以戴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戴着 没有刀的要 怎样 买衣服买刀 为什么主耶稣叫他们 买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记者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是要讲自己 他要得到这个罪的名号 为什么 为了众人 为了我们罪人 这话必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 必然成就 然后门徒听的时候 慌慌张张 他们说 主啊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主说 够了 这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的主教他们 快点带着钱 像山贼一样 拿刀 保护自己 保护我 我要被抓了 不是嘛 所以我们主讲的很多的话 是很有意思的 对不对 他要讲的是 黑暗奴灶 所以你们要带着 作战之心 你们明白吗 主要讲的意思 难道他们跟主三年半了 主现在叫他们买刀 OK 主现在有刀 可以吗 两把刀 作战之心 你们要警醒 黑暗临到的时候 你们不警醒 你们会跌倒 你们的仇敌是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 他幽暗的 势力的 他是惊吓人心的 你们的心 没有预备 不靠神的刀 没有作战之心 你没有办法胜过他 对不对 所以我们 会知道的 主说你要预备 也不是这个实体的刀 那是 你的心里面 当然 门徒是 应该是 都不了解 主讲的话吧 在那个时候 只有主知道了 那 我们会知道 彼得就怎样 就 拿着刀 削掉这个 马勒古 这个 祭司长的 仆人 各位 这一幕呢 其实很多的 思想 我们 会知道 我们看的时候 彼得好像很勇敢 他 就是在这个时候 好几百个兵丁 他就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不是 首先 你问 为什么他不是削掉 或者拿刀来刺杀兵丁们 他选的是一个仆人 就是手无寸铁的 一个 祭司长的仆人 这样做的时候 这不是英勇之心 对不对 而且你能够削掉人的耳朵 通常你是怎样 如果我拿刀来这样 要削掉你的 你是怎样 这么准 可以切掉你的耳朵 对不对 一定是从背后袭击的 对不对 人不知道 就削掉他的耳朵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彼得做这些事情 这不是英勇的 有些人 他很勇敢 这个时候要为主做什么 不是 完全学气出发 那 马勒古这个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的名字 但是在历史里面有记载 后来 他 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 我们主马上 当场 他做的最后一个医治 就是他医治 马勒古 当场 然后他跟彼得说 收刀入窍 然后那 就是责备他 你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这是别的福音书讲的 这里没有讲 所以 我们的主做了这件事 然后 我们的主继续跟 11节他说什么 耶稣对彼得说 收刀入窍吧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那是什么杯 那是上帝的震怒 向谁的震怒 向罪人的震怒 全部要放在这个杯 叫神子 我们人子 主耶稣基督 和这个震怒之杯 我们最后我们来想想 彼得跟我们主耶稣的这个不同 当然 一个是人 一个是神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 批带人性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他的 大使徒 可以这样讲 彼得 我们知道 他等一下很快 三次会否认主 各位有没有读到这一幕的时候 有想到 为什么彼得他有这个勇敢 能够这时候拿刀出来 前面有这么多冰钉 然后他就拿刀出来 削掉这个仆人的耳朵 但是等一下呢 他就去到 他跟着耶稣 去到那个 那个祭司长的那个府上 我们主耶稣被带到那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三个很普通的人 其中一个是仆女 那个大祭司的亲友 对不对 你就是 那个跟着耶稣 No No 不是 他在那个时候 他反而没有这个勇气来承认 我是跟从耶稣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有这个勇气拿刀出来 各位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呢 你 被 触动 你用血气 起来的时候呢 有时看起来你很勇敢 会能够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不是 圣灵的感动而做的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的血气 你的情绪被触动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做到好像意想不到的东西 好像看起来很勇敢的 但是 其实你不是被圣灵充满而出 所以在最简单的事上 要为主做见证 要承认你的信仰 反而你做不到 所以你们会了解我现在要讲的东西 所以呢 有时候 我可以跟你们说 有时候呢 我们被触动的时候呢 我们一时很勇敢 主要为你死 然后呢 骂人 责备人 这些好像会做的 服事的时候 哇 很魄力 但是 你明天回去公司 你的非信徒朋友 最近我家里有事 你连跟他传一句福音都不敢 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你们说 人的emotion 这个情绪的东西 能够一时被环境刺激 被人的话触动 你们要很谨慎 所以每次我尽量跟各位讲的时候呢 我不是想批评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现在很多的讲道 是触动你的情感 情感被触动的时候 哇 看起来 哇 为主服事啊 为主做这个 做那个 等一下呢 在教会里面一受伤啊 马上离开了 没有看到你了 这是很多信徒的光景来的 他们不知道信了是什么 他们其实被人的话怂恿了 你们了解吗 人的有些话 有点鼓舞的话 鼓励的话 刺激的话 哇 忽然间 但是我跟你们说 学气 不能成就 神的意 不能成就 到那个真正的实况来 你需要放下一切 舍己 跟从主 你做不到 连为主做一个简单的见证 你都做不到 因为 你被 触动 做的 不是从你对 基督的认识 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 我叫各位 静下来听到 好好地确认 神的道 明白 你所认识的这位主 是怎样的主 然后他是怎么顺服父 你怎么认识他 而顺服他的那个事情 然后很谦卑地 知道自己的有限 无助 对不对 所以谦卑在他的面 常常倚靠他的恩典 然后这个东西 你经历 那一年十年 那你 生命永根有极之后呢 你会发现 你不管是服侍主 对事 对人 爱神 爱人的 这个世上 很稳健 很稳健 对不对 而那不是用血气 被触动的服侍 爱主 爱人 明白主的旨意 而做的 然后 在教会能够这样 去到生活的现场 公司里面 家庭 也是能够这样做的 你这里可以爱人 回到家也能够爱家人 对不对 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不是被触动的东西 诗歌也是一样 不是要触动人的诗歌 这种东西 我们每次这样讲 我们是唱的诗歌 也真的是 每一句话 我们的信仰 有水准的诗歌 把我们的信仰写成诗词 然后唱出来 越唱 越亲近这位神 然后呢 带着这个生命 离开这个地方 为主做见证 不是因为触动完了 然后音乐一停了之后呢 好像感觉不对了 也不是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弟 从彼得的学起 你们就会知道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是被触动的 所以 你起码你要发现 你没有发现这个呢 你发现你走了十年 你经不起考验 对不对 那我们的主呢 当然 祂给我们看 那祂受难的那个事情 祂被抓的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付给我的杯 我能够不喝吗 对不对 这句话 太感人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 遇到这样的事 我们看 哎呀 这个犹大 把耶稣卖了 我有这个冰钉 把耶稣抓了 这个祭司长就陷害耶稣 其实不是 我跟你们讲 其实如果 正确来讲 如果付不许可 有谁能够把 我们主耶稣 放在十字架上 各位有没有这样讲过 所以我们遇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 都是祂啦 都是那个环境啦 都是什么倒霉啦 信了主这样久 还倒霉 哪里有倒霉这个字 对不对 除非你相信 上帝不是每一件事情掌权 不然你不应该信 有倒霉啊 好运的这些东西 有时候人家跟我说 我真信运 我真信 我说 真蒙恩 真有福 不要讲真信运 你信什么运 有什么运 我没有运的 只有神的福气 对不对 有不好的事情 也是主许可的事 所以这个信仰的观念 完全改过来的人 真的完完全全地活在主前 然后知道 主若不是你许可 我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但是若你许可的 你能够把我带到逆境 也能够把我 从逆境带到顺境 对不对 这个心里面有这个窃据 对神 对祂的旨意 有这样的明白的人 真是有福的 我能不喝 我福给我的杯吗 愿主祝福大家 今天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呢 很容易明白 但是不容易顺服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 求主赎天的能力 赎天的恩惠帮助我们 那是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用很简短的 主你被抓的这件事情 主虽然 就是十一节的这样的记载 这里面有 何等深奥的奥秘 主你谦卑的荣幸 你爱群羊的心 全部显明在其上 主你的仆人 今天 传讲这道的时候 我们众圣徒一起领受 聆听的时候 我们知道 没有什么胜过 顺服你的事情 即便这个世人都害怕 这疫情的事情 我们人都是在一个苦难里面 一直哀哼 但是主我们从这个经文知道 主 你这样走上十字架的那个事 告诉我们 一切都在父的手中 父许可 父也爱我们 所以父许可的事情 必须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父的人 爱主的人 都得益处 主你向我们怀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乃是赐平安的意念 叫我们末后有指望 叫我们真正懂得 依靠你寻求你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大家一起 领受圣参的这段时间 主再次向我们赐恩 主啊靠近我们 与我们同在 兼顾我们软弱的心灵 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